开心农场最近火红纠纷也不少 今天有网友出面控诉 他们购买游戏橘子代销的出支卡 在开心农场兑换点数 买了几只狗来防盗 免得辛苦种的菜被偷了 没有想到买来的狗不但不管用 还怎么喂都吃不饱 一个星期花了他2000元 所以他认为Facebook有诈财的嫌疑 这个开心农场里面很丰富 不只种菜还有养马养牛养鸡 也养了一条狗 这条狗是主人用新台币换农民币 买来要看顾农场的 避免被别人来偷菜园 可是买来之后才发现 这狗怎么喂都喂不饱 比养一条真的狗还要贵 这只动画的宠物 比我们养的红贵宾的食量还要高 狗要吃多少才会饱 网路上都没有说 许先生7天花了2000块钱 到现在这条狗还是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还在训练当中 还在喂狗骨头 你有被偷东西吗 都被偷 每天被偷啊 花大钱却有被骗的感觉 像个无底洞 许先生跟代销点数的游戏局次反映 游戏局次说 他们不是开心农场的开发商 不负责游戏内容 让消费者求助无门 先不论他的那个法律责任 至少站在道义上 应该也要尽他的那个能力 来协助这个消费者 面对批评游戏局次表示 他们愿意向香港开发商 代为转达消费者的投诉 台北市行大则表示 这起网路案件 有没有涉及刑法的诈欺 以诈述使人交付财务 还要再了解 但开发商在外国 若是要诉讼 肯定要打跨国官司 记者许康斯 许正俊 台北报导